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呢 全职员工才能享受到公司的医疗保险 退休计划 还有学费资助等等的福利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企业为兼职的员工提供非常丰厚的福利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份兼职工作 那么可以来了解一下以下的这些公司 首先呢 是Costco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Costco呢 不仅是购物的好去处 也是兼职的热门去处 前段时间呢 美国一名女子是辞去了教师的工作 去Costco打工的视频呢 在Taito上是爆火 那么根据美国网站的介绍呢 Costco为所有的员工提供相同的福利 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 兼职员工每周至少工作24小时 总工作的时间达到450小时之后呢 就有资格享受福利 包括四张免费的会员卡可以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还有便宜高质量的全套医保 奖金和带薪的病假 免费的感恩节火机 以及是优先购买热销产品等等 除此之外呢 Costco会根据员工的贡献来匹配401K的退休福利计划 那么试用期通过之后呢 Costco会自动为员工注册401K 然后呢 在网站上设置百分比 Costco会时不时根据员工的贡献重新进行分配配额 贡献越多 回报就会越多 工资的话呢 根据ZipperCultor.com的数据呢 Costco的兼职员工的平均年收入为29,036美元 那么对于卸货员经理或者是药剂师等职位呢 每小时的平均工资可以达到35到75美元 总体而言呢 Costco的兼职待遇是非常不错的 下一家企业是星巴克 星巴克也为所有的员工提供相同的福利 只要是在三个月内累计工作240个小时 并且呢 继续平均每周工作20个小时 就可以享受到各种的福利 星巴克提供的医疗保险包括常规的检查 住院还有牙科 视力保险还有人寿保险 那么其他的员工福利呢 包括了值班时免费获得咖啡和食物 以及每周可以免费带回家一磅的咖啡或者是茶 星巴克还提供通勤的福利 以及是免费的Spotify Premier的订阅服务 除此之外呢 星巴克与亚利桑那的州立大学合作 为员工提供在线的课程全部的学费 当然 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 这里呢 就不一一介绍了 星巴克也可以说是美国兼职待遇最好的公司之一 下一家给大家介绍的是Lowes 那么也被是Jobcase网站誉为顶级工作场所 兼职员工一个月后就可以享受401K的退休计划和医疗保险 包括便宜的处方药 人寿保险 以及是牙科和视力保险等等 兼职员工还可以以折扣价来购买Lowes的股票 下一家呢 是Aerotech Aerotech是这个世界领先的人力资源机构之一 每周呢 至少工作20个小时的兼职员工 有资格获得医疗保险 包括牙科和视力保险 并且呢 配偶和子女也可以使用这个保险 Aerotech还提供了401K的退休计划 529的教育基金 学费的资助 免费咨询服务 和众多的零售商合作的雇员折扣计划等等 如果你想找一份兼职 这也是一家不错的公司 大美这家是ChipOle ChipOle不仅是制作美食 对兼职员工也非常的友好 ChipOle的所有小时制的员工 都有资格获得多种的福利 包括医疗保险 奖金 以及是心理健康援助等等 兼职一年后呢 可以获得401K的退休计划 并且呢 可以低价购买公司的股票 除此之外呢 值班员工每天可以获得一份免费的餐食 ChipOle的员工购买指定的品牌的手机和套餐呢 以及健身房会员时都可以享受折扣 最重要的是 所有员工每年还可以获得高达5250美元的大学学费援助 对于学生党来说非常的友好 下一家企业是UPS 在UPS呢 兼职员工可以在三个月内工作 超过225到400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享受医疗保险 廉价的处方药和员工的补贴计划 超过400小时的兼职员工呢 可以享受和全职员工一样的福利 兼职员工还可以利用EAR&LEAR的学费援助计划 每个年度呢 最高可以获得5250美元的援助 入职既有资格申请 对学生也是非常友好的 如果大家在其他的公司坚持过 觉得待遇也不错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在评论区 在今年的6月 CNBC在一篇报道中呢 推荐了几个时间灵活的线上兼职工作 有的时薪甚至是超过了30美元 比如说内容作家 线上助理 以及是平面设计师等等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个 正规靠谱的兼职平台 工作种类多样 在家就能做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呢 是Fiverr 那么这个平台上呢 发布了各类的线上工作 包括了产品设计 撰稿 影视剪辑和配音等等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 就可以在Fiverr上赚到钱 通送点说啊 Fiverr其实就是一个发布 或者是接受兼职小任务的中介平台 国内呢 有很多类似的网站了 比如说是猪八戒呀 威克网等等 在这些网站上呢 有各种各样的小任务 你可以发布自己的小任务 或者是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和技能 去揭取任务来获得相应的报酬 无论你是作家 网站开发人员 还是虚拟的助理都可以在Fiverr上 全职或者是兼职做你喜欢的事情赚钱 这个网站可以免费注册 列出自己的技能 以及可以提供的服务 并设定价格 有这类需求的雇主看到之后呢 就可以协商付费 双方沟通好之后呢 系统会自动的从雇主的账户中扣款 但是款项的会暂时托管在平台系统当中 项目完成之后呢 系统才会把款项发给提供服务的人 并收取20%的佣金 举个例子 若报价是100美元 雇主付款100美元提供服务的兼职者 只能收到80美元 有多种的提款方式 例如是接级卡呀 PayPal还有电汇等等 简而言之呢 这一平台的特点呢 是门槛低 免费注册 工作的类别多样 但缺点呢 是平台的佣金高 付款的流程呢 有点长 Task Rabbit也是一个门槛极低的兼职平台 适用于多数人 所以呢 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Task Rabbit和Fiverr类似 都是领任务兼赚外快的这个网站 但是他俩的不同之处在于呢 Task Rabbit的工作呢 偏向于手工技师或者是体力活 Fiverr的任务呢 则更多是需要脑力劳动和线上的项目 那么Task Rabbit的工作范围 从刨腿买东西 搬家送货 到打扫卫生和家居维修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日常工作 拆试呢 都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在Task Rabbit上注册的人呢 现在已经超过了14万 这些人全部都通过了靠谱的背景调查 并且其中最多的就是全职父母 和一些退休的工人 只需要创建一个账户 选择你所在的区域和类别 然后设置每小时的费率 那么对于每一个申请 Task Rabbit的团队都会进行审查和背景调查 申请通过之后呢 需要支付25美元的注册费 然后就可以开始通过APP上来搜寻兼职工作 完成一项工作后 他们都会发送一份包含工作时长的发票 然后呢 客户直接将钱存入 提供服务的人的银行账户 那么Task Rabbit指向客户收取注册费 不收取佣金 所以呢 完成一项工作之后呢 兼职者可以获得报价的全部收入 这个平台的优点呢 是门槛低 不需要专业技能 网站上的工作的种类是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 而且呢 不收取佣金 缺点呢 是在大城市 获得兼职的机会会比较多 小城镇几乎是没有的 Flex Jobs是面向寻求远程办公 灵活安排兼职或自由职业的专业人士的 找工作的平台 那么Flex Jobs列出了超过50个职业类别 从教育培训 软件开发到新闻和协作等等 上面所有的工作都经过审查 因此呢 这个网站上的职位都是合法正规的 不过呢 Flex Jobs是付费会员制的网站 主要就是针对各种的自由职业者 一般呢 收费是每个月14.95美元 如果一次性缴纳三个月呢 就是29.95美元 年费是49.95美元 与其他的兼职平台不同 Flex Jobs的页面没有广告 除了职位列表呢 他们还提供文章活动 还有职业指导的课程 但这些呢 是仅仅提供给付费用户的 要查看职位的具体信息 用户需要注册订阅 免费用户只能查看招聘信息的一部分 只有用付费的用户才能看到完整的信息 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Upwork 这是目前全球最严谨规范的 综合类人力服务平台之一 Upwork 2018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时的 公开的数据显示的平台上 已经有超过了1200万的兼职和自由职业者用户 以及是500万的企业用户 用户是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呢 Upwork的平台上提供12个主类 90种大类 包括了客服 数据分析 设计 翻译 软件开发 写作等等 每个大类下面呢 又分了很多的子类 那么平台上75%的用户都拥有大学 或相关职业学校以上的学历 雇主和兼职者有多种的联系方式 雇主可以选择发布工作来雇佣人才 或者从项目的目录中购买预定义的服务 同样呢 兼职者也可以访问项目的面板来推销服务 要开始成为Upwork的兼职人员呢 首先要创建个人的资料 包括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详细的信息 当这个竞标工作或者是推销自己的机能时呢 雇主会先浏览个人资料来决定 这个人是否合格 Upwork的抽拥比例与完成的项目数量有关 工作的越多 抽拥的比例就越少 那么提款也是有多种的选择 包括直接的转账 PayPal还有电汇 这个平台的优点呢 是可以按项目收费 或者是按小时收费 不拖欠付款 雇主可靠 有付款保护 缺点呢 就是刚开始的佣金会比较高 而且呢 需要以投标的方式来获得工作 以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兼职平台 如果你有其他的推荐 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